把它打开来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要来看那个 第210题 就这一题 那这个题目的话 请各位好吗 放大一下 它里面的话就是这样子 就是呢 里面呢 会有一些要求 你就必须要按照这个要求来做 第一个1 就是请到 什么呢 刚刚我讲的这个 C叠底下这个目录里面的这个目录 找到这个档 去把它打开来 这个我想刚刚我们已经开起来了 所以这个档案现在已经在下面这个地方 就这个档案 有没有 然后呢 最后呢 作答完 作答前是WPD02 作答完毕是WPA02 考试的时候就是要改一个档名 另存新档的时候改一下 那可是如果说你矫交作业的话 特别需要 请各位矫交作业的时候呢 请你把那个 矫交作业的时候呢 请你把那个目录有没有 这个本来是WP02 请你把它改 重新命名为 这一体的名称 202 就是你把这个名称改为202 那将来矫交的话呢 你的 这个作业里面呢 就会有资料夹 分别是202 204 一时类推 就是你的作业呢 里面会有很多个资料夹 就是你练习之后的结果档 那结果档里面一定会有什么 WPA02的这个档案 那里面的话 它会要求哪些动作呢 我想大概看一下 反正就是1到5 全部都要把它做出来 比如说第一个 设定标题 这个标题你会设定 那哪些要求呢 左右缩排一公分 缩排 什么叫缩排 然后呢 分散对齐 然后与后段距离为一行 如果就这个题目 那你要你做出来 你知不知道功能放在哪里 如果你会的话 很快马上做出来 那你不了解的话 你会发现这什么东西 不知道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等一下 会跟各位做说明的 第二个呢 将紫色文字段落 分为三个等檀 蓝距为多少 加上分隔线 那你要照这个方式去做 那以此类推 底下的话 我们会逐一的 跟各位做说明 那作答完毕之后的话 它这边也会有个结果档 实际上呢 你们看到的原来的版型 不是长这样 原来版型是这样子 就是乱乱的 它要我们做出来结果呢 就是跟那个PDF档里面的 这个版型是长得一模一样 就是要你怎么样 重新做排版的动作 那里面的话呢 会用到像那个段落的功能 还有就是所谓的定位点 比如说你那个字要怎么样 它刚好定在固定的位置上面去 里面都会有相关的要求 所以请各位 先把这个练习系统安装完 然后呢 执行数科练习的 这个202题 202题 并且开起来 然后顺便也看一下题目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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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